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 我請部長 我們請部長 委員長 部長 我想我延續剛剛呂委員的議題 這個又叫的這個問題 這個3月7號又教師團體又上街 您知道 他其實我看他三個主張跟兩個反對 我認為其實這些我們都是可以去共同來正式跟面對 並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 所以現階段我們看到這一兩年 其實不管教保員跟幼教師頻頻的上街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我覺得說本紀元回到原點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在101年修法上路之前 相關的問題並沒有思考周延 所造成的修法後現階段所面臨的一個困境 所以我認為他三個主張 第一個 降低班級人數 第二 減少行政工作 第三 維持非營利幼兒園 我覺得這個區塊我覺得是可以去檢討的 是可以去檢討的 另外兩個反對 他反對教保員補助 我一直認為補助的區塊是一個德政 這個五歲學費補助是德政 既然是德政就是一種社會福利 應該是直接對家長 而不是用作為一種手段來前置來管控幼兒園的一種方式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我覺得這出發點一開始心態就有問題了 既然是要給家長你為什麼要再透過學校呢 為什麼要跟評鑑要掛在一起呢 我覺得這就是一種心態上的做法 那另外呢 另外可能大家比較爭議就是 教保員能不能再教大辦的問題 我想這個大概部長正反意見都聽了很多 其實我一直認為有一種折衷的方案 我們不忍再看到教保員跟幼教師頻頻上街頭 我覺得如果把它剛好擇一擇半擇中去取用的話 就是說準用到大學學歷 就是說過去在修法之前已經取得有大學學歷者 因為現階段部裡面所提出的修課課程的這個時數 跟它的課程內容基本上八九成都跟他們以前修的是一致的 那既然一致有沒有需要再重複去休息 那另外你們現在每年所提供的名額十年以上啊 這個開了十年以後啊 所有的教保員還是沒辦法去修 就是說你名額還是有限嘛 所以我覺得在這整體的整體的這個折衷的考量 如果準用到大學學歷以上 那高中職的你就必須要去修 我覺得這是一個或許是兩兆雙方啊 都可以解決的一個方案 那盡量去滿足幼教師的需求 也盡量去扶貧教保員他心裡不平衡的狀況 我覺得這是有解的 所以部長我想你們的案子啊 現在在行政院要送到立法院來嘛 我們希望在這會期啊 部裡面要有相當的態度跟決心 來面對這樣的問題好不好 好我想那個行政院版已經送到立法院了 到時候我們會是不是可以請委員會並案審查 再就相關的議題來做溝通 然後我們想取得一個最大的共識以後來做 部長我想盡快落幕啦 我不樂見下半年或者明年又一堆人又上街頭 尤其是教保員跟幼教師嘛 教育團體上街頭我總是覺得怪怪的啦 另外全民豐英檢的這個時代啊 我們從2000年開始啊全民豐英檢上路啊 那曾經有大概五六年的時間啊 五六年的時間啊這個因為全民豐英檢嘛 所以很多這個國小啦就很多這個揪團啊 學校也組成這個類似的補習班啊 所以曾經啊有一次這個考試啊 這個初級的檢定啊 湧入了上萬名小學生硬考 所以因為這樣的現象非常的泛濫 所以呢後續啊後面因為檢討的聲音非常的多 所以反而停止了 所以限制12歲以上啊才可以參加全民英檢啊 好但是現階段3月5號啊 雨側中心又宣布今年底啊12月份 即將再上路啊小學英檢 小學英檢 部長對於小學英檢在年底上路有什麼看法 我想那是那個他們自己的作為喔 那個部裡一向不鼓勵做這個 所謂的小學英檢或者是幼兒英檢的這種作為 因為他其實沒有太大的教育的目的跟意義 所以你的態度是反對 所以我想立場要非常堅定 而且要對外說明啦好不好 因為畢竟英檢啊 是一般入學跟就業的基本能力英文的檢測嘛 我們現在本末導致 導致這個所有的家長學生都一直去補習 學校一直往這個考試的方向去走 這不是一個對的方向也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好不好我想這個態度一定要很清楚的 而且語策中心這個區塊一定要督促他 在這個區塊一定要維持原本的立場好不好 另外最後一點就今天的主題啦 我想大家也講了很多課綱啦 我一直認為啦 其實現在是資訊開放的時代 已經不如以往了啦 我們不能還是用過去官僚的那種想法 或者是一直傾向資訊保護的原則 去做任何的政策的決定 我想這個包括去年的這個學運 包括戰中等等其實都凸顯 年輕人希望政府是公開透明的 我講這個敗訴是一個事實 當然教育部有上訴的權利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做好準備啦 上訴未來有可能也這個敗訴定業呢 那未來你要如何自處呢 我覺得心態上做法上都必須要去改變去調整 如何去在資訊透明以及保護參與者的這樣的立場 如何取得平衡跟他的配套 我覺得部裡面要有準備啦 未來所有的開會議程 所有的決策過程盡量的公開透明 讓民眾可以去檢視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方向 別無選擇 我想上訴是部裡面你的權益 我認同我也沒辦法去反對你 因為這是你的管理嘛 但是我認為啦 這社會已經走到這個程度了 我們沒有辦法閉門造居的這樣的一個權利 好不好 我想部裡面要及早做好因應的措施啦 即使說監察院現在判定你也沒有問題 但是現階段我說現在社會氛圍 社會觀感社會趨勢就是如此 好不好 我想這次做以上的一個中心的建議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黃 謝謝黃